接起电话就是一条命 这是国军战馆连队 负责替飞行员观察空域状况 这一次F16撞山 战馆被点名要负责 专家认为没那么简单 它其实是飞在航线 可是它的高度比一般 我们在民航的航线 要稍微低一些 看看这张空域图 灰色部分是平常国军演习区域 可以看得出来 都避开了主要航线内容 但是汉光演习F16的飞行位置 却拉到了东北角 这个航线刚好跟民航线重叠 按照这场程序 飞行员通报站管 站管就得通报航管 确认上方没有民航机才能放飞 不能拉高 只能stand by 但是这个stand by不是叫战机不动 只是不能爬升到民航高度 在运作上面来讲的话 还是以民航为优先 那站管的这个stand by的意思 其实是说你稍后查一下 是否将飞机拉高 这个其实是由飞行 完全是由驾驶的飞行员 进行一个判断 而像是汉光演习这种大型演习 一个月前就要发像 像这种操演报告单 通知民航单位 这段期间会有战机飞过 就连试射都要发海空警报图 渔船飞机通通得警告 再看看F16事故地点的空拍画面 距离爬升成功 只有几十公尺的距离 这是飞行员可以肉眼或是手动拉抬的范围 站管雷达几乎难以分辨 专家认为如果把责任全怪给站管单位 似乎不太公平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